青楼,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风光无限的地方,现在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无名,青楼女子,这个曾经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低贱的职业,如今却成为了人们同情和敬佩的对象,青楼女子的行内化,这个曾经被认为是风尘女子的专属语言,如今却成为了大众的口头禅,尤其是年轻人天天挂嘴边。 这些行内化有着怎样的来源和含义,它们又是如何流传和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呢? 要了解青楼女子的行内化的来源和含义,首先要了解青楼和青楼女子的历史背景。 青楼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,当时齐国宰相管仲为了安置流离失所的女子,设立了官办的妓院,称为女驴,这些女子被称为官妓,她们只是为贵族人士提供才艺表演,并不卖淫。 到了汉朝以后,随着战争的频繁和社会的动荡,妓院开始出现专门以色式人的女子,昌和妓的区别也逐渐形成。 昌指那些出身贫寒或者被拐卖或者被罚入妓院的女子,她们只能靠出卖肉体来谋生,即使那些出身良家或者有一定才艺或者容貌上乘的女子。 她们可以通过歌舞诗画等方式来吸引客人,并有一定的选择权。 到了唐宋时期,青楼文化达到了鼎盛,不仅有七十二方中著名的平康芳等红灯区,还有许多名记如杜石娘、李诗诗、柳如氏等成为了文人默克和朝廷众臣争相追捧的对象。 在这样一个风月场所里,青楼女子们为了方便交流和保护自己,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种专属于她们的语言,行内化。 这种语言类似于暗语或者黑话,只有她们自己能够理解和实用。 这种语言可以让她们更好地与客人沟通,并在必要时表示自己的喜恶或者拒绝。 跳槽的原来意思,古代时,客人们进入青楼,老保就会带一批姑娘供客人挑选,如果客人没有选中姑娘,那么老保就会选另一批姑娘,而要求老保换人的这个举动叫做跳槽。 为什么会是跳槽,不是别的词语,这里面也是有说到的,古时候把那些拔尖的歌姬舞姬,一般叫做扬州寿马,而马换一个地方,就相当于换了一个吃草料的槽,以此内涵,在青楼里更换女子,相当于将马换了一个其他地方。 跳槽这个词被现在的人们频繁使用,人们找到薪资和条件更好的工作时,从原工作换成另一份工作,这就叫跳槽。 这个词语虽然在现代还被广泛运用,但意思早已经变化了,如果经常使用跳槽的现代人们突然听到跳槽的本来意思,不知道会不会尴尬。 开盘的出处,在古时候的青楼都有当红花魁,要是两个客人同时看上了青楼里的一位姑娘,大家都喜欢同一个女子,都想让她为自己服务,那怎么办呢? 就需要两个人竞争。竞争获胜的那一方就可以赢得这一青楼女子,这就叫做开盘。 那为什么叫开盘呢?是由于有两个客人同时争一个女子,那看热闹的人会很多,于是青楼就会组织一场赌博的盘口,慢慢地形成了。 只要有这样的事情,大家都会叫着开盘,其实大家兴奋得不是最终这位女子侍奉哪位客人,而是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中。 而作为现代人,对开盘这个词更是不会陌生,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听到某一处楼盘开始见机,叫做开盘。 或者是某一只股票开始售卖,也叫做开盘,其实想想场景都差不多,都是在人声鼎沸的时候,大家参与。 开盘,皆是女子的屈辱。 开盘,一词最初源自女子的行话,他描述了女子们被迫公开竞争一个客人的情景,然而,如今这个词汇的含义,已经演变为经济领域中首次交易的意思。 然而,在古代青楼女子的背景下,他更多地代表了女子的屈辱。 有一次,青楼老板为了讨好一位新进达官,决定举办一场开盘活动,所有女子都被要求集合在大厅中。 任由客人一一打量,他们不得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美丽动人,低声下气地讨好客人,展示自己的才艺,甚至刻意撒娇卖弄。 然而,他们内心的感受却迥然不同,他们感到这种被当作商品拍卖的行为令人羞耻和痛苦。 最终,客人选择了柳娇,她是一位姿色高雅,伶牙俐齿的女子。 柳娇虽然得意洋洋,但她也明白这只是她暂时的好运气,其他女子只能黯然离去,心中充满了羞愧。 这种被迫展示自己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女子们的自尊心,但她们却不得不忍受。 因为这关系到她们接下来的生计。 出局,皆是女子的无奈和绝望。 出局这个词汇让人刻骨铭心,她最初描述了女子被赎回后再次被送回青楼的悲惨命运,如今则代表被淘汰出局的含义。 这个词汇意味着女子们最无奈和绝望的状态,暗示她们注定在青楼的囚笼里度过一生。 吴某是青楼中的一位昌,她从小家境贫寒,被人贩子卖到了青楼,她忍受了多年的屈辱生活,对未来早已感到绝望。 然而,有一天,她遇到了一位光幻之子。 她似乎对她产生了真挚的感情,最终,在一次约会后,这位年轻人付出了巨额金钱,将她赎出。 吴某欣喜若狂,她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,她躲进小屋中,泪如泉涌,仿佛得到了新生,或许她真的可以逃离这个污浊之地,开始平凡而幸福的生活。 吴某开始憧憬于这位光幻之子的未来,她会温柔地照料她的日常生活。 就像一个普通的妻子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年轻的光幻之子很快对她产生了厌倦,再次将她迈回了青楼,吴某完全崩溃了,她蜷缩在房间里。 泪水涌如泉涌,我这次真的出局了,吴某绝望地想。 她意识到,自己注定无法改变命运,只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一生,对她而言,出局成为了无尽的凄凉和无奈的象征。 古代女子行话的苦涩与无奈。 古代女子的行话中蕴含着许多无奈和苦涩,例如,谭官相庆原本是女子对客人结婚的祝福,然而内心却充满了悲伤。 而把道行则描述了女子被客人抛弃后的懊悔之情,这些词语本来只是她们的行话,但如今已经成为口头语广泛传播。 然而,当我们使用这些词语时,也应该深刻理解她们最初的意义,感受古代女子所经历的苦难命运,这些词汇反映了她们的遭遇和情感体验,涵盖了她们的喜怒哀乐,同时也传达了她们对社会地位的无奈。 这些词语是古代女性在语言中留下的印记,提醒后人不要忘记她们曾经的艰辛。 在未来使用这些词语时,让我们都保持一份同情和理解,纪念古代女性的坚韧与不屈吧。 知道了这些词语,原来含义和现在含义的不同,那么还有一个问题。 这些含义的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? 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。 语文教学时经常说词语的意思要放在语境中去理解,这个语境其实就是特定的生活场景。 我们所有的词语含义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产生的,现实生活产生了变化,词语的含义也一定会产生变化。 从清朝灭亡到现在,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,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也经受了诸多思想的冲刷,许许多多不同的理念早已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里,构成了我们如今百花齐放的思想文明。 就有社会被解构,新的社会茁壮成长,给词语的发展提供了后世的土壤。 因此,这些词语的含义变化就有了现实的基准。 另外一个原因,就是金人在对古人生活了解不多的情况下,会凭着自己的理解来重新阐释这个词语。 当形成了一定规模后,这个词语就有了新的含义。 当然,这种阐释不是胡编乱造的,都有自己的凭据,例如跳槽。 槽就是马吃草的地方,用来代指工作岗位正合适,而且跳槽有主观行为的意味。 用跳槽来形容寻找新的工作,不仅生动有趣,而且非常形象。 就这样,在多种因素的催化下,这些词语慢慢转变为了大众所熟知的意思。 追溯历史,展望未来。 历史久远的青楼已经成为过去,由此脱胎而生的行画也脱离了他们原本的意义,在新时代焕发了新光彩。 但从这些词句里,我们依旧可以窥探到青楼女子的悲惨生活。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一辈子都被拴在了青楼里,不得解脱,好一点的,找了个傍身,有达官贵人罩着。 日子也过得轻快一点,坏一点的,早早就在没日没夜的搓磨中,凋谢了生命。 那些能够熟身出去,逃离苦海的,都是少数中的少数,绝大部分人都摆脱不了这种被人视为尘埃,肆意转让的命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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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楼里面。 感谢观看